主料,鸡脯肉500克,辅量,油,盐,面粉,面包馅,鸡蛋清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所需材料,将鸡脯肉先片开,片成薄片,然后将薄片的鸡脯肉切成条,撒入少量盐,倒入生抽搅拌均匀,腌制入味。 将腌制好的鸡脯条,现在面粉中搬滚下,然后再在鸡蛋清中搬滚,再在面包馅中搬滚,让充分沾上面包馅,放照里中抖去多余面包馅,锅中油烧热,即可削锅炸,炸好的鸡柳放吸油纸上吸去多余油,最后再撒上辣椒面和孜然粉,烹饪技巧。 一,鸡脯肉切条,可以根据自己习惯切,二,先沾层面粉,可以让鸡脯肉更加外缩里嫩,三,沾面包馅的时候,如果不好沾,可以用手按压着沾,尽量多沾些,增加酥脆口感。 四,油纹我没测过,如果不知道了油纹够不够,可以先用一小条放入试试油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